這個是上禮拜跑那個聖溫的 聖溫的LAMS 然後 他跑到大概 一千 他在一千兩百九的時候還是 還是好 然後在 在那個 大概一千三百三十的時候就會 就會開始 就是離開那個金格 然後到這個之後就會 就會 就會 就容啦 就正常啦 對就容掉了 放下動畫看看 動畫 對這炸開是正常的啊 我們不要讓他回到box裡面 要看哪一部分動畫 你跑到最高溫他長怎樣 跑到最高溫 就是 離得很遠 然後就 最高溫是多少K 嗯 我在 兩千 就是他 兩千三百一十度的時候就把他 就把他停掉 因為 後面幾個 後面 很多個 都長這個樣子 對 就是沒什麼差 我就 我就把他停掉 OK 那 那 RDF 看一下 有沒有 融在一起 就把他變回box裡面喔 Rap in the box 對 好 RDF 看一下 有一些怪怪的 嗯 這個是多少K的 這個是 一千三百 三 還是一樣 有東西融在一起喔 那 在 低一點溫度 正常嗎 正常 難不成 冬夜的也要高溫 超高溫讓他RUN一下 VCMD 總共多少比 總共多少 你的Case 大概95個 口調 所以你所有的結構有95比 對 95種 應該應該要再更少 應該是 在 對 95種 然後扣掉 這個 92 92 智創結構有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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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中 100部 100部 可以啊 然後參數調一下 DFDFD的嗎 對 100部 好 好 好 然後 然後那個 182的 182在跑的那個 表面的 已經 能跑已經先 跑完一輪 然後 現在 在跑的是把那個 那個 就是 掛掉了在 改 改參數之後 重丟 OK 然後這個是 重丟之後 還是 還是有很多會 會 掛掉 可能先 之後可能先 可能先不管 就先 放進去 放進去全力看看 掛掉是參數 我們改了還是會掛嗎 對 那就再調一下 再調 其他幾個參數 東野 開一下 那 好 掛掉的看哪一個可以調 看一下 Mixing Beta 調更低 0.01 0.01 0.01 不是 剛剛是0.0.05 那就改0.01 這個太小 好像也不太行 0.01 然後還有一個 地方是哪 Smirin Smirin 對這個 Degolf 還會把它改0.5 0.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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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我現在操作一下 好 現在操作一下 直接撒面的出去了 新同學 有開始學了嗎 有開始學了嗎 以後 畢業的學長 用到最多的反而是 Pearl 我們 我們 之後你們要做論文的 層次都寫的差不多了 但是要用Pearl來控制它 那 如果你不會用Pearl的話 用手來做一次幾百個Case 你要用手去創幾百個Case 現在我們用Pearl 一下一個層次就全部創完 丟進去運算了 Pearl我們不用學的非常非常厲害啦 你大概會差不多 簡單的一些 程式的語法就差不多了 對有了嗎 OK 好 啊 東葉剛剛 高溫的也用那兩個參數啦 會弄比較快 好 不然都會融耶 東葉我們說溫度用多少 3000 3000會不會 DP鍵它 建議說最好 要 包含一個融點的1.5倍 融點 高商 的融點大概是 2500 好 好 那我就那個 VCMD然後定溫 定溫2500 好 跑100步 OK 好 然後這些是 我把那個 就是讓它輸出一些 讓它輸出一些那個 就是上禮拜說的那個 測試的那個 準度 嗯 啊 我上禮拜改完 撒下去 然後 我 不小心把這兩個註解掉 所以可能要 就今天才發現 可能要重跑一下才 嗯 才知道 好 差差不多這樣 好 那feature 比較少的 它的 accuracy 有沒有比較高 嗯 嗯 好像 好像 五百六 可以做嗎 可以做嗎 對嗎 感谢观看 好像没有很明显的提升 都差不多是不是 还是都是在85左右 都不会到 升到90以上 OK好 那董燕 Machine Learning 你有办法你选一篇paper 把它结果列出来吗 结果是 就比如说我们用全部的feature 那不同的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它的acuracy大概是多少 testing的跟validation 要找一篇 类似的paper 对然后看它的表格怎么样 它的格式怎么样画 就照那篇格式把它画出来 好 然后这个老师传给我那个end note 然后我去看高一他今年规定 他说 就是在2023年1到12月 好 那你就选 好像只有这两篇是2023开头 那这几篇是 就是先登上去 然后等明年吗 2023 我再看一下好了 应该2023 好像不止两篇 我上 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 我有去握查 好像也只有 也是 也是这两篇 然后其他 在那个 哦 好 可能都是2023年接受 但是是2024才看 对 好 好 那就这两篇吧 然后这是 CM paper 他就是 用预测那个 像和硬度的 然后他们是 他们用了 七个分类的模型 然后还有六个 回归的模型 来预测 像和 像和硬度 都是实验 嗯 对 都是从他们 收集来的实验结果的paper 然后他们发现说 XGBoost的模型 在那个 不管是分类和 还是 回归都是 XGBoost的模型 最最好 OK 对 那准度都要多少 90几 准度吗 准度吗 准度 还是84几就算不错 他们用XGBoost的预测出来 然后拿去做 做实验 就是 预测到的 预测到的 都有 都是预测对的 然后 这个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 模型的 那个 预测和实际的结果 嗯 然后XGBoost的 基本上 都是很贴在 很贴在 这个线上 他们没有说一个 呃 实际的实际的数字 嗯 好 哦 这边是他们 他们 那个 收集到 data的 data的分布 就是 呃 分成 多项 就是 三个项 多项的 44% 然后 单向 27% 然后 Movement 28% 然后 这个 这个也是分布 然后 这个是他们 做的那个 feature的 相关性 还有他们的 公式 有一些 跟我们用的 看起来 看起来 多 不太一样 嗯 就是 这个 然后 这个是他们 这是他们用 不同的 就是 不同大小的 训练集 诶 不同大小的测试集 做出来的 喂 呃 他们用不同的 呃 不同的那个 呃 比例 的测试集 来 来看说 他的错误率 嗯 然后发现说 38的那个 SVM 错误率会 最高 OK好 然后 这个是他们的 匯耀取证 还有他们的 其实都差不多嘛 对不对 后面秀的这些data 对 OK 然后 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 这个 就我们确认出 训练最好的 model 选定他 这些都可以 弄出来 这是importance 是不是 对 OK好 然后他们有说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参数 然后 他们在 他们这个参数 就是到 3到29直接的时候 预设到 硬度会最低 然后在 6.4到7的时候 预设出来的 硬度会最高 嗯 好 差不多就这样 OK 好 好